而这些职责也包括了说在这段期间他们需要分配部门的拨款 陆赵谷也有提到赛沙迪当然有表达意见的评议 但是坎坷的侠价在法律已经解释了 扎西所宣布的拨款是来自业方政府 而受贿者也是属于抗体并不是个人 再一个就是赵新一终登山的周选的候选人 他也解释手下夫手下和所有的部长都在一起提起的实施审认 在贴族凡是其中一项任务 他不会上当到周选的位置的位置 随着反贪会主席已经说明阿姆扎西对的团演当中并不算是退选 之前向晚上会想说话 和伊党说一句话 伊布拉先生 今天就要求 他不一定特别指引 他就认为 反单位应该清楚 传明选举时间 进行其道理 可以发放什么援助和技能 不可以发放什么援助和技能 他也直接向反单位喊话说 你们不要认识说可以 突然就说不可以 他就准备你 反应反对党 准备发示 再送选民回乡投票 他能一直来感觉这没问题 可是反单位也不同意 而长官法立宿的首相署部长 阿萨丽娜也有话聊说 阿萨丽娜这个市民一党 这些不是政府的成员之一吗 在邪手相慕尤丁和伊充 在萨比利当首相的时候 作为政府的一份子的一党 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提过 要对这个指南呢 而且一党的部长 还是负责新党相关的 援助和委员的 怎么突然间变了战野党 怎么会负责政府呢 当网友主席 还是首相的时候 怎么以党又没有要求 这么做 这是阿萨丽娜的理论 好了 提法呢 就说要反应会给 阿萨丽娜的指南 本位主席 阿萨丽娜今天回应了 反应会 在这一场 在选举期间呢 提跟援助 这就提跟援助这件事情上 制定新的事情 可能解释说 这是因为呀 1954年选举 最近把描下所有的条文呢 已经很清楚 有什么 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 哪些事情不可以做 每一名候选人 他说都必须要遵守 不要大事的天主 就是制定什么新的 好 好 好 欢迎看电台看新闻热搜 谢谢 好 欢迎看电台看新闻热搜 哪个假装24巢朝野州议员 三胡云过 反特殊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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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拿取得法庭临时封口音 禁止沙东西重通 毋调严论 三胡云过 反特殊法 嗯 LGBTQ社领导集会 最强热搜索的 最强的最强的 最强的最强的 大马统计局说 土著增至70.1% 华裔地降至22.1% 高失业率 以经济泡沫化 日本专家说 中国不上日本后城 一年弹机于29万5万5万 泡沫网的诈骗 15.2亿 1万5万5万